我等到三个月的时候 我真的是直播 说我是个大化新 我没有完成我的那个 那就不完成 那个时候我就会带上你们的名字 都怪 艺海儿 红绿沙 还有那个 雨娃 还有大星 都是你 都怪火锅 都怪麻辣香锅 都怪火锅 都怪麻辣香锅 我除了那个每天练琴姬 还有练腰腹 练麻辣线 每天都在练琴 非常棒了 我每天要出很多很多汉对不对 每天下面都是全是汉水 都是一滴一滴的 都是我的辛苦 还有教练的辛苦 你对我其实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觉得那么 大金正 这段时间的辛苦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已经有效果了 很明显 而且却打了非常地霸 非常地霸 他们说我现在已经可以进入业余 业余 业余组了 但是三个月前 我为什么要写那么一个微博呢 也是想要激励自己 因为我看到我自己就是 就是有点胖 还有点肿 因为生了宝宝 那我也想给自己一个鼓励 一个期限 让自己去努力 你要告诉所有的女生 就是当你有一点不胖 然后或者当你生了宝宝以后 你想要恢复自己的身材 你就要去努力 你就要给自己 对要坚持 然后给自己 逼自己一下 你可以做到的 加油 因为他真的是很喜欢吃 然后 谁不喜欢吃 我在他减肥的时候 他有一段时间好圆好圆的 然后 又连起来了 然后我就 我就说少吃都吃青菜啊什么的 他就是真的会跟我翻脸 是真的翻脸生气 他就是 那你为什么在吃 因为我又没有长胖 我又没有要可以 有时候很难受的是什么 你觉得什么在美国 他给我点了 就是这么大一盘 就是那种青菜沙拉 不让我加起司 你不让我加那种千岛汁 干菜 然后我最想吃的时候 那边说 女士请 然后就把东西拿过来 哇 牛排 三文鱼 那你 你在别人旁边吃的是 我 我承认 当时在他心里面 留下了一些伤痕 就是不让他吃这 不让他吃那 结果 马上就受限 二十多句 当时 他有的时候 吃着吃着那个草啊 吃着草 看着我的那个牛排 牛排他就这样 一定要放很小 你知道吗